正式開始往生題第一題 請問2014年舉辦全國故事務競賽是第五季 請問前一年跟後一年加起來的介紹數字為多少 請舉牌不要動 如果出現別的數字的工作人員趕快看一下 請舉牌不要動 好大多數的答案是C 台灣感染愛滋病的浩花族群不包括A注射靜脈藥贏者 B同性戀 C捐血者 請舉牌 很好 非常好 好 下列哪一種給藥途徑的吸收速度最快 A 橘木圖擦法 來 進 B 口服給藥法 請舉牌 有關肺心症之主要生理病理變化 下列正確 A 因肺高壓所致的右心式肥厚 B 左心肆衰竭所致的肺高壓 C 心臟衰竭所致的肺泡浸 B 肺內分流所致的所心致肥厚 請舉牌 為學校中破縱學童開辦體重控制班 是屬於健康促進學校的範疇中的哪一範疇 A 精神環境 B 健康教育活動 C 健康服務 D 物質環境 請舉牌 教育教育技術的目的之敘述 下列合者正確 1. 無法作為法律的證明文件 2. 可提供教育醫護人員用 3. 可提供研究統計資料 4. 無法反應醫療品質 請舉牌 不可以動嗎 林女士提檢結果 4. 肥怕 水牛肌 4. 刺身教系 且有病 血壓高 過去幾個月 腸癌 軟弱 疲憊 其臨床表間 表真 陰屬下列何種 疾病 A 患死心腸 B 哭心心腸 C 尿風症 B 民意水腫 6. 凄罐 罵 C 病 A 尿風症 A 尿風症 C 死亡 C 死亡 A 尿風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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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